师傅把牛肉和彩椒一起下锅过油 再和事先调好的酱汁一起拌炒 短短了一分钟时间 香嫩的黑胡椒牛肉就完成 他是曾在五星级餐厅服务20年 荣获多项金厨大奖的首师傅 第一次创业就选择在家乡潮州 期盼让乡亲以平时的价格吃到五星级料理 强调食材新鲜的取得和主厨记忆都不是问题 但这五星级套餐最令他伤口筋的确实定价 起初叫定价就是很头痛的一个阶段 因为现在人的接受度差不多一套餐点 在250到320之间是最能接受的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把定到388的规格 就是本身是一个挑战 因为你对食材新鲜度还有呈现整套的风格 你要让人让人觉得388是值回票价 以中式料理为主 从前菜到甜点每个套餐都有十道料理 依据价格高低有些许变化 就连在五星级饭店成名的冠军炒饭 也都带回潮州 让乡亲吃得很开心 在房子有看到他和民 还有到处都是比赛第一名 我又看到他的招牌我就来过来吃 已经来过有多次了吗 我来十几次了 那两个人又来一只 也不会给你们贵啦 三百多五百多也是正常的消费啦 觉得他们的料理怎么样 很好吃 我最好吃的会常常来 他们这个都是手工做的 很好吃的手工药 这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冠军炒饭这样子 这个在凯撒大饭店就是我们的成名炒饭 今天把它带到我们炒州来 再把这个炒饭给炒州人分享看看 首饰附的料理店名字和高雄某家面包店相同 由于两人是专科同学 更是做工艺的艺厨成员 一次两人将品牌结合坚持守作 希望让人有回家吃饭的感觉 我们就是个品牌的结合啦 因为守师傅是跟我是二专同学 恩恩我们的理念想法 理念想法 对 其实我们对食材的 食材的坚持就是我们 蛮讲究的啦 就是我们坚持 像我们坚持都用比较在地的东西 在地的柜园 在地的食材 在地的东西这样 我觉得让人家吃就觉得说 我们敢吃 二年也敢吃 那怎么心态 就希望是做给家人吃的那种感觉 这样玩具呈现 本身就是专层小孩 想说聪明餐饮业二十几年了 把自己的手艺传选到我 给炒作的人吃到我们的手艺这样子 这套充满创意的十道料理 从食材挑选 创意手作到摆盘 都要颠覆一般大众 对中式餐点的想象 并为平价五星级料理所带来的味蕾冲击 评论论会不会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我们现在去参加 都要选择 好 有没有 常怀整地 都是 我还没有 我们才会 有什么